中文字幕 李宗盛 快一點啦 救護員 救護員 地震當下就是整個黑掉 然後我們就從五樓 坐銀交飛車這樣子 就從五樓摔到四樓 三樓 二樓 一樓到地下室 然後才聽到一個很大聲的啪 沒有 我知道他在哪邊 我有拉倒他 可是沒有辦法拉 沒有 瞬間失去 真的比媽媽失去還高 跟的感覺 因為我家長也不在了 所以我就覺得是我的家是跟 跟不見了就覺得好難過 從今就覺得有希望 我明確地聽到說有喊說裡面有沒有人 然後我們一直喊是傳播出去的 然後是下午六點多那個是那個賴副總統 剛好巡查到這邊 然後賴市長當下跟 好像旁邊有個嘉義救難隊隊長 他就剛好要準備休息 然後就沒有休息 聽媽媽拜託他之後 他又爬進來 而且那個空間就是比一個出櫃還小的空間 撐在那邊撐二十兩次 連救難隊大家都講那個位置 絕對是屍體 絕對不是活的 以他們的經驗 救災人員隨時報告救災進度 並且要求黃金七十二個小時 縮短為二十四個小時 盡全力搶救生還者 很感謝他 如果當下真的沒有他在現場 這樣子學 而且外面的環境是六度 他在外面待好待滿昨天 然後走到角落 我老二第一天找到 然後我老大是第六天才找到 你不是輸到找到我的小孩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進度 然後接下來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都是跟著他後面跑 想要不了解這樣子 那時候他們 每次看到他的時候 他眼睛又腫得超大 不知道就是 反正就是行行這樣子 剛第一年的時候我會覺得說 我不習慣 就是一直聽不到人家喊媽媽 如果那時候我完全已經沒有生育能力了 我就不考慮了 可是那時候三十幾歲 還可以 我覺得還可以 只是說懷孕過程不是很順利 高血壓很高 認成高血壓 後來他早產 他七個月就早產 火花當天他同學有送一個模型 要燒給他的 上面是寫恒子的墊 我有看到 我才想要說他以前有提過 那我們就來幫他開一個墊 當然現在這個動機要變成我們生活的動機 這是變成我們最主要的 那個往前走的方向 那時候我們只知道在市場 用盡各種方式來幫助我們 讓大家都能夠在災後能夠安生裡面 我內心是滿滿的感激 除了感激以外 還是感激 再三的感激 我也利用這個機會 向海內外 每一個幫助過我們救災重建的人 再度表達感激 那時候很多人都很忌諱 然後幾乎沒有建商願意來做 一盤散沙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 賴副他們也是很積極 跟市府團隊 他們是幫忙我們協助跟營造廠 協調啊 營造廠跟那個建設公司 不然說真的 我們完全我們小市民哪會懂得 這些那麼多事情 那時候要成立都市更新會 零距離大家意見很分歧 成立不起來 所以賴市長提出了一個雙軌制的創取 它所謂的雙軌制的創取就是說 讓想要離開的人都離開 要想重建的就盡量重建 而且因為它實施雙軌制 我們在做任何事情決定 同意比都很高啊 所以就加速我們所有的決策 重建第二個最大的困難就是資金的問題 但是幫了非常大的忙 然後其實它也不是只有幫了這些忙 第一個它賣了我們90坪地 所以保證我們已經有足夠的地 我們一定可以蓋的錢 第二個它也幫我們美合了最好的建築師 就是幫我們美好的台南當地最優秀的營造公司 來幫我們蓋 它有一次卸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還打電話給我 還說要來工地看看啊 來關心一下我們重建的速度 媽媽 你怎麼回來了喔 我在廚房 黑白黑 男生女生 黑 黑白黑 沒有那麼多時間讓你背上 因為你日子要過啊 我覺得最重要一點是 因為我們這不是個案啊 我們事情發生是幾十戶 就是上百戶都發生一樣的事情 是讓大家一起這樣子互相 這樣子才有辦法撐過這一段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讓我們自己 能夠開心地往前走 不然老師講是很困難的 啊 重要的是說 開這個店 就好像跟我們一起在奮鬥一樣 很大的劫難之後 我覺得應該就是 我一定有我存在的價值 而且重建讓我覺得說 真的是感受到很多祝福跟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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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